回到第二節的動漫廢物 第四部叫什麼名字? 《神的傳說》 我們繼續講足球風患 在講任何話之前 因為我重溫的時候突然想起一件事 我記得很久之前已經有了這種感覺 但看回才記得 原來高橋陽一是致敬過這個大導師 因為大家知道足球風患最經典的 當然是九寶嘉晴 他扭過十一個人 如果在足球小將的哪一篇 好像是戴少爺是不是在跳巴塞 忘記了 總之是一場 他扭過十一個人 心想 郭楊一你不來的話 你致敬過後輩 雖然你可以使家與想像話 旁邊那個跑步這個跑步 一個人扭過十一人 不一定是致敬九寶嘉晴 他可以是致敬比利 對 因為傳說比利是一次過 是一次過扭過十一個人 對 如果是這樣 其實大家都是向給你致敬 致敬 你要做施加二 我沒有辦法 不是啊 那是真的給你先做的 還有 智偉沒有死 如果是三層唇扭過十一個人 之後死了 就是致敬九寶嘉晴 另外 其實剛剛第一節也提過神高督師 我很喜歡這個 但其實整套足球風雲 我覺得有一個極大的敗筆 就是來自於第三部田仲所修煉到的絕招 就是 偷情盤球 其實那時候開始有很多必殺技 不是很多 就是有一兩招出來 其實也有很多的必殺技 但他的必殺技不是很誇張的 就是有一點點 但是 其實來來去去都是在球上下船 令到球有變化 或者你很大力 就是你突然變成炮彈射球 或者是不旋轉球 就是斯朗的落葉球 都是在旋轉上面玩一些東西 很多時候 但是優靈 至少不是回力刀射球 對 或者是反動速迅速炮 他也有一個反擊射球 但是反擊射球他不是這樣 他是把球射完之後到西回頭 不是 舊的是隊友踢給他他射門 就是反動速來的 反動速但不是由對手射他射回頭 我覺得新的那個還要按鈎 他明明已經是跟輪門單對單 他要註辭那球 不要回頭再射 那就陰你 陰那個輪門跑出來 對 但我覺得有點搞笑 即是洞西 下桌球的洞西 但是優靈盤球 我覺得最大的敗筆 就是港第三部進行過西班牙 然後突破他的平頸 對不起 過德國那個是九寶嘉誠 九寶去過德國踢那些友誼賽 其實九寶很厲害 他國中去踢那些友誼賽 已經令人覺得 這傢伙將來如果他不死就會拿世界盃 神經病 我知道為什麼九寶會死 這個世界 我想會踢足球的人都想他死 其實我想說 如果他現在已經被第二本馬馬超越了 就是足球騎士裡面那個死掉 那個大哥 馮澤 馮澤 他是九寶嘉誠 你看完足球騎士 你先說吧 你看完足球騎士 你會覺得九寶嘉誠好像很合理 問題是 馮澤傑是真的代表日本隊 他真的代表日本青年隊贏過 還有他真的把心臟給了他弟弟 有時候是地獄戰神 不是地獄戰神 他是鬼上身 而且我看著你 鬼上身得來 你可不可以不要欺騙我的感情 明明他兩兄弟上身後 是說了再見 你老母你還走出來 你這麼不守諾言 你奶奶打完 什麼啊 他說再見 他不是說拜拜 中文就是這樣 中文就是說再見 如果看日文版的話 日文版就不一樣 日文版整個版本 所有其數都不一樣 潘澤傑沒有再出來 他一說拜拜就沒有了 就好像座維 不是大帆 座維和光仔 他一說就散了花灰 幽靈盤球 他就是在鬥牛那裡練出來 就是說他被牛逼到牆角 然後要衝過 要逼咚他的時候 對 這隻牛逼咚他 就說他 想通了到底怎樣扭過他的對手 之後其實從第三步開始 這招一直都是無敵的 鎖向無敵 到最後對九里斌的時候 就被大元宇就破了 之前曾經對藤田東 在遠大賽決賽的時候 對藤田東 都曾經有一個後衛 他覺得自己已經識破了 馬可露 Marco 是啦 就是來自西班牙的一個外門球員 就是《慈熱的挑戰》裡面 Gonzalez的朋友 其實他說 一連盤球是 他是不斷地向前跑 高速向前跑 他會不斷擺動他的上半身 他不斷擺動 他不斷擺動 令到防守的球員 自己退去左邊 你一定會 真的很難 他把他放在那裡 把他放在那裡 把他放在那裡 但他把他放在那裡 放在那裡是很難的 而且很古怪 你可能在旺角他們 我真的拿一個波子去試一下 其實他無論怎樣 都解釋不得到 因為你fake到你前面個人 但旁邊的人是看著你在做什麼 你旁邊的人知道你在做什麼 他旁邊的人要說的原因就是 為什麼會覺得被人宣告 因為他的意思是我擺動人的上半身 防守球員 我一定要猜你最高球員是左還是右 那我就會預先踏出那一步 其實是可以不用的 你仍然衝過來 這樣就撞了 但他就說因為那個人會閉上眼睛 因為馬可露猜的就是你會擺左右 我會自己預先讓路給你 所以為什麼你是一條直線 但是還是擋不住進言 還是被他過了 神谷就說這件事沒這麼簡單 你是不能破優怜盤球 然後就被他突然發現 你自己是趁我趁你快撞的時候 合眼就有點閃 就是用了人類 就是黑字的籃球 黑字都是這樣的嗎 他不知道有一招是如何趁你斬眼的時候做的 黑字的籃球 不是天帝之眼 天帝之眼是 預測 就是以前學功夫的時候 師傅經常跟他說 一膽二力 總之人家沙毛那麼大的拳頭打過來 你千萬不要閉上眼睛 看緊他 要不然你閉上眼睛就被人打中你 其實是用這個原理而已 他這樣說 其實我看到的時候 我覺得很古怪 牛是會這樣 你撞了牛 竟然會害怕你 還有問題是 你斬眼的時候 我相信你是捕捉到對方斬眼的瞬間 但是你的人是有體質的 你怎麼可以穿過 其實他的意思是 因為他上下擺動 令你選擇左或右 再加上眼睛的時候 你選擇左或右 我覺得團俊最重要是很瘦才行 我不知道真不真 可能真的要問牛仔 我看第二本足球漫畫 那本叫《球場幻想曲》 其實他有一段時間是有描寫後位 他說其實一個好的後衛是不會輕易上前的 他寧願等其他人包圍他 當然啦 如果踢後衛的最重要的就是 不要亂出腳 不要亂出腳 第一個意思就是不要飆球 還有你不用 一定要掌握到他 即是你不用馬上搶到他的球 其實你會延遲到他 令到我們更加多其他人來襲擊 其實就已經很大機會成功防守到 還有封住射門的路線 當然這個是首要 所以我看完之後 我再想一下盤球 其實你這個盤球只能夠 是不是只能夠別人都向前衝的時候 你才能用到 即是如果用剛才的情況 這個後衛你衝進去就向後退 即是我只要記住你 其實這招是沒有用的 對一班16歲的年輕人來說 他們就是要這樣贏 而且幽靈盤球不一定要跟你鬥衝 你只能站在那裡也可以 但你向後退 因為我看完我開始想回整件事 後衛是可以移動的 即是他人可以移動的 如果我硬要去想他的狀態 就可能我會覺得 譬如你一路向前衝 你一路向前衝過來 即是中中球要向前衝 我向後退是有個極限的 我不可以退到禁區 我退到禁區你怎麼扭我都可以 我更加不可能退到 所以我去到某個位置 其實我怎麼都要停 然後就要看看 是不是已經有足夠的人跟我協防 如果沒有的話 其實我都要準備出腳 你不可能延遲到禁區 因為他怎麼左右一拐一下 然後就射 也是很快的事 所以都可以遇到 但他就會變相你很難做到連續 就是這樣穿幾個 不不不不不不 漫畫很難這樣說 我試過做過一次的 在實況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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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筆吧 不不不不 衝過去對著人 然後再踢球 然後再按一下B 然後再撩走他的球 可以的 還有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 他解釋完所有事情 那時候 他在西班牙練習的時候 他的腳印和牛的腳印是重疊的 他踩那隻牛的腳 我踩這隻腳 我的腳印是不會跟你重疊的 弱速 弱速 弱速是哪一件事 我試試去合理化這件事 因為你踩到同一個位置 不一定要同一時間 你不一定要同一個時間 喔 牛縮腳 踩到同一個位置 當然不一定要同一個時間 但問題是 他的解釋之後 其實最後一個選擇了左邊 一個選擇了右邊 是避開了對方 那你的腳印會重疊呢 上身避開了 下身斜角踩下去 他拍得很辛苦 或者像跳舞一樣 牛踏完腳後 他縮起了 被田俊踩到同一個位置 田俊扭過 然後要特意跑回去 用直線力 是否很快 一瞬間 要不然怎樣扭過去 踩到腳印 所以我覺得 幽靈盤球最大的敗筆 就是你講到的這招禁神 但是最後你是解不通這一招 而我也是看到幽靈盤球的時候 我是卡輸 不是 我比較喜歡平松和港 雙重的金蓋人 你真的玩到雜耍 我真的不懂得看足球 但我本身在我的眼中 你的球在前面 滾球也很難 撲你一下子 你在腳筋裡滾球滾兩下 其實我不太知道雙重後競 過癮是怎樣的 其實他是用時間差的 初初你一下子 就是讓人不知道球去哪裡 然後就在背部 繞回去前面 你這個人 八次位出過的 這個我當然會 這個我都會 這個我都可以 而他雙重的情況就是 因為我知道你猜到我會用這個招 所以我滾完一下之後 我滾第二下 我不是猜到球應該掉下來 為什麼還沒掉 是用時間差 令對方猜不到 已經變成雜耍 是雜耍了 去到三重的時候又怎樣 是終極的雜耍 三重就是他滾了兩下 然後球都還沒過來 因為他其實是滾到自己的後頸的位置 然後他就滾了街 然後球一滾到他背部 他就再滾第三下 其實那一刻他就變成萬九 在地上爬 因為我覺得 這一招不實際的原因是 例如我剛才說的幽靈盤球 因為你的人是繼續向前衝 所以先不要說合理性 你過完一個人之後 你可以繼續向前衝 或者入錦區射球 但是平重和說 這招問題在哪裡 你滾兩次球 你會停滾 你很難一邊移動 一邊用後山滾球 我想是不可以的 物理上是不可以的 因為他是跳起 你做腳跟過人 你一定要跳起 你雙腳一定是離地 雙腳離地那一次 已經滾了兩下 假設你雙腳再踏地 是繼續跑的 但是會慢了 我同意是會慢了 其實你的攻勢已經慢了 其實人家可能已經在回房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其實這種個人方法很… 很古怪 我想這些劇撒技很難用 很常用 因為他是寫實系 但他不是所有東西都… 我會容許一本漫畫 有些… Fantasy 有些瘋狂的地方 日本足球博大精深 你懂得點什麼 正等於戴完月首十二馬 是站在左邊 然後彈過去 雙手拍著彈過去 很厲害 健威 健威也要用腳 不過健威比較厲害 因為健威是撲完右邊 再放在左邊 我自己對於這些超beat 有一點寬容 因為他本身一直沒有這些東西 第一步已經有雙重數 所以如果他是閃電11人 那這招就出不了 他是普通的 你一個人都肯定 那肯定是肯定 怎麼肯定 如果閃電11人 是踢球去月球 然後在月球反彈回地球 然後落雷直接入籠 是不需要閃電11人 不要跟月球撞牆 閃電11是這個級數的 那個人力應該是怎麼計算的 所以但是 祝侯風雲 你始終算是寫實一點的 所以是有些落差 而另一個 為什麼我會覺得 第四部新的傳說 是有些 那些條件有點奇怪 就是他其實鋪過平松和光 有第二招的 他說過他們在練球的時候 和光是突然過了成功讀師 說過他有另一招 不知道怎麼做 如果他能夠練成這招 在全國大賽 就會無往而不利 然後他不知道在全國賽 什麼時候 他曾經用過一次 就說他終於練成了 但是他從來沒有提過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大賭師練不到這招 我抱著你 是不是忘記了大賭師 為什麼會這樣 不是 就是這樣 出一次 厲害 出兩次 有人注意 再跟他說 但是你第三次 真的要說為什麼可以做到 那不如不要橫 但是有些很消氣的 讀者也記住了 還有 其實也沒有提到 大三角反攻 簡單來說 就是白石建議 把球一腳踢 給平松和光 平松和光 把球打很快斬中 他有特色的 原因就是因為 說白石 一踢就踢去 很前很前的 就是對方的球場的時候 平松是追過球之後 踢回後一點點 而避開到 不用落太遠 陷阱 然後田仲才 就是凌空窩 黃金右腳踢進去 他那隻 黃金左腳 左腳就是必勝 他最後踢一踢一踢 說右腳都可以很厲害 右腳都是黃金 右腳都很厲害 總之就是他大腳踢 就是三米 三米 三米 澳山娘說三米 對他來說 不是什麼難事 澳山娘真是一個很厲害 但他又覺得這個人 很可愛 對 很可愛的死小孩 而且他是 這套東西裡面 為什麼呢 最耍小心計的一個球員 那些看不見的射門 得分預告 操控比賽 其實是他的一些小心機 但他每一次被人破完輸 其實他真的很喜歡俊爾 每一次輸完之後他就會哭 俊爾你又回到我身邊 他真的很討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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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尤其他大肚師有趣的地方 就是他畫這些古靈精怪的樣子 是很拿手 我想平時看畫Q版 是大家都會 很多漫畫家都做得到 但是大肚師去畫一些 譬如嘴唇變成反唇 變成牙肉 要不就是扁嘴 變眼 哭 嘴 這些表情 是真的很特別出色 我會用特別出色來形容 例如和我講 他色色的時候 他會變成猩猩 不 那本蛇 那本蛇 而且他真的很討厭 所以我為何特別喜歡第二部 還有我想說 你會覺得 雖然造型上 平仲和港是新八 但背景上 田仲俊義才是新八 為何其他男儀都搶呢 因為 田仲俊義沒有什麼背景 很簡單 然後 阿成功特斯 背負著一個死亡的朋友 很慘 其實他是Spider-Man 這本書來說他是Spider-Man Spider-Man經常要看 能力越大 但他經常要 其實不是田仲 他經常要背負著 九母家情 如果說有趣 田仲俊義的背景挺有趣 他父親不讓他踢球 平仲 平仲是不讓他踢球 他父親不讓他踢球 然後發覺 他父親當年是神級的球員 就是天才球員 在藤田東那裡 閃電全球都是他想出來的 最後他父親直接教了藤田東 好像這個巨人之星 去對方那裡 去對方那裡 打敗他 其實我覺得 如果說背景 平仲和廣 神谷他們 有些背景是田仲俊義 田仲俊義 我是想看什麼 我是想看他的女兒 其實我覺得足球風雲1 他不是足球漫畫 他是一本校園漫畫 是青春劇 足球只是戶外活動 這樣 所以連白石建議都好看的地方 就是 喜歡看他追求田仲的姐姐 那裡 我覺得其實第一部 我不覺得第一部 完全是校園漫畫 但我會覺得第一部 仍然是足球漫畫 但他比其他足球漫畫 是多了很多感情戲 我記得動輝說第一部 馬尤姐好像也提過 他覺得第一部 加入了一些這樣的三角關係 是挺有趣 而且因為大島司 是一個女性漫畫家 所以他寫這些感情戲 和志偉和大頭妹那些 什麼啊 志偉和泰雷的感情 寫得很好 志偉泰雷和小志強的三角關係 寫得不錯 得仔 得仔和小志強 沒有的沒有的關係 志偉是有和小志強嗎 小志強沒有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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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看到小志強最後拿著大志偉的旗 那支錦旗 那支錦旗 多開心 他就是想摸大志偉的手 終於可以跟你一起拿著旗 多開心 三探純嗎 三探純沒有 三探純是有女的 對嗎 剛才說得仔那些 沒辦法 得仔老爸死得那麼慘 在黃室寶 你真是好惹 得仔老爸死得那麼慘 要不然 要不然白金都沒得做 真的升之白金 那 糟了 剛才想說什麼 講他們的感情關係 是啊 寫得厲害很多 我剛才想說大頭妹的是 沒有的 大頭妹是一個痴女 是啊 從頭到尾一直吵 其實她是澳山娘 從小到大都在這樣 大志偉 大志偉終於去到中國 吵 算了算了 反正都是打腫 大志偉我只喜歡一個球 你給兩個我 注入了基因 然後 我想自衛有陰影 我看著爸爸 你真的戴綠帽 除了大頭妹 應該不會戴綠帽 可能學生想搞那個大頭妹 最終三個兒子一看 對 這樣比較穩妥 想說回他們的感情 其實這班 在第二三四部 就少了 雖然到最後 都有說 遠藤和田重之間 怎樣最後擺脫到 終於擺脫到 平重和港 其實和港放走 一尾那段都OK的 其實沒有擺脫過 和港從來沒有機會 如果在Isabella來的那段時間 到最後 田重沒有認真追回她的話 就沒有了 因為大家畢竟都是中學生 那你不可能叫她等你 那你又追完西伯母了 是不是 那真的是浪費 一樣 小時候的東西你怎麼認識 那漂亮的就可以了 不是啊 那兩個都是遠藤的樣子 是 她不知道身材也很重要 哇 西伯母是OK的 就是不知道她的身材很重要 是啊 那 我會覺得反而 去到二三四部是少了 是 但是 還是那一句 因為你看著她們 這班人已經一起了十年 或者十幾年 其實有些時候都很感動 譬如就是 其實也好像俄門的足球場的 企場托馬和高參和也 我交球給她 已經交了一百萬球 那我這個三角大反擊 我們由國中到現在 已經不知道試過多少次了 所以是超純熟 你覺得是 一出這一招 基本上是 一定是入硬的 一定是入硬的 因為就是 用來透過 機械人合體 就是比大元瑜 比一次 對 就是一次那麼大把 所以 你第一步一開始 就是為了復活 招絕招 開頭 第一步 所以 這招是有代表性的 還有 其實我覺得大導師 在利用這些對白 其實很多日本漫畫家 利用這些對白都很厲害 大導師 就像剛才萬記所說 我這球已經存在一百萬次 就是每一次 白石建議一開大腳出來 哇 這麼大腳沒有人追到 然後白石就說 他會追到 這個位置是剛剛好 他肯定會追到 然後你會看到 其實和港為什麼會追到 其實他寫和港 不是真的追到那個球 其實他最後幾步 他是跳了出去 他是站不回來 他是硬撞球出來 然後他一撞的時候 他就說 哇 撞到那麼大力 那麼大腳 沒有人追到的 然後和港就說 這個位置剛剛好 他的腳就在那裡 劉師傅 在這個時間吃 剛剛好 哈哈哈哈哈哈 我所有計算的時間 都是剛剛好 天衣服 不過看到他最後 他圓那裡 就是新的 傳說 扭一扭 當然啦 每一本足球 漫畫一圓的時候 當然是說他們 踢職業賽 跟日本隊 和全世界一杯 很可惜的是 日本隊到現在 還沒突破到八強 在裡面 好像他們踢德國 十六強 然後贏過德國 才去到八強 終於日本終於突破 是突破不了 但是今屆是差一點 只能夠可惜這樣說 其意的就是 我看到他們那條 那條 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白石建議 是正選 我覺得九里斌的龍門比較厲害 不是 九里斌的龍門是正選 但是他在最後的時候 他沒有交代為什麼 但是他說 用一句對白交代過 當屆日本隊 暫時來說 最可靠的是建議 但是正選是 大圓圓的 因為我 足球方法另外一樣 我自己覺得 這個我個人觀感 我覺得白石建議 這個龍門不是特別厲害 是普通的 普通 如果在 一般足球漫畫 除了主角之外 那個龍門也很厲害 但是這個龍門 我覺得一般 應該這樣說 白石建議 怎麼說呢 其實白石建議 失波 不是真的比很多 其他漫畫的龍門 多很多 不是說他不多 因為所有主角隊的龍門 都一定要堅持失波 因為這樣是阿翠 對 你想想 臨完三 為了保護他 不要失波 他就不出場了 或者在傷了 那就是不出場了 健威最初是屬於明和 或者是東幫 他就不太失波 他一進入了日本隊 你看世界少年大出書 都會含含含的 他被少年大進入了四球 對 法國隊又 巴黎鐵塔反轉 再反轉 艾露史杜比爾 和拿破崙 進入了三球 還有你看著健威 身為一個龍門 那種尊嚴是沒有了 他對著趙俊光的時候 他心裡在想什麼 在林元三回來之前 我會守住這龍門 有哪個龍門 會覺得我正選龍門回來的時候 馬上換人 什麼 林元三有踢中國隊 他就是健威被人踢到兩隻手 然後林元三才回來 那是甚麼 那是國產007 國產007 不是國產007 是國產007 是阿余永儀 試試試看 試試完張之後 林元三就回不了 所以其實白石健二 不算失了很多波 但是你會覺得他是什麼 就是他經常都要自己的隊友 提醒他怎樣做 就是他那個 自己的自信是不足夠的 譬如 我記得就是九寶嘉誠死的時候 他撲雞了九寶嘉誠 幫他互兇門 其實這個是一個好的寫法 就是我不用神化我龍門 我主角隊 我反正都要你輸球 不如就寫一些方法 還有這樣是很適合建議的個性 就是他是一種很野性的 野性的角色 他靠動物的直覺性去救球 他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野性 他既沒有很多的經驗 他其實從國中踢到 才開始踢球 然後他打龍門 也不是一些很穩固的手法 不是從小時候 他也是純粹靠野性回來 所以他那種 面對著很多不同類型的足球 其實他應付不了 是很容易明白 也很適合他這個人切 還有其實 你會覺得建議這個人 其實對足球這個運動 都不算是真的好了解 他可能只是熟悉龍門這個位置 到底要做些什麼工作 好像他們破這個新的閃電全球 總之神經跟他說 你看到那個人跑過來 你就出去解圍 衝出那個敢區路解圍 解圍後看到他就說 我是不是做了 我是不是搞定了 原來是我嗎 其實我忘記了 舊的閃電全球和新的閃電全球有什麼分別 舊的閃電全球和新的閃電全球有什麼分別 如果由A發動的話 就一定是由B這個球員 如果由C這個球員發動的話 一定是D這個球員最後接球 所以你只要像打遊戲一樣 或者像玩遊戲一樣 你能背到他的公式就會打到 總之數十下他就會出招 那你就做了 嘩 他很像西巴拿 但是他新的閃電全球 剛才Sunny這樣說 他再碰多一下 他就改了那個策略 其實都是比多 好像玩遊戲一樣 你多出一隻牌 而且以他的寫法 應該他可以選在最後和尾耳 以兩個位置來改變 所以這個模式是相對上難猜了 但也只是難猜了 不是有變化 但是我覺得他寫得不好的 就是我有新閃電全球 我會不會是到最後林家士 最後那兩分鐘才可以 你反而如果多排排的話 即是你不同的 preset 即使用閃電全球 你有幾個模式 其實你轉移著用不同的 讓對方猜不到 其實是更加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他寫得不好 還有我剛剛想說 第四期後面的畫工真的差很多 第四部 他的畫是 我只是覺得平常和港府眼鏡 畫得很像 不是啊 我覺得他 不是得罪的 但他是由青年慢 跌回去的兒童 那些人也越說越年輕 變成了Coco的年齡 你看看由實子就知道 越畫越後生 有點像Edgy 我懷疑他是不夠助理的 所以他也是 那真的不知道 啊 我忘記說 我本身還想讚一下 他描寫掛穿的王者霸氣 或者是 比如我很喜歡他的入波動作 我覺得他畫入波動作 是畫得不錯的 他最後的倒掛畫得不錯的 田中俊二那個 不過這個他由第一 或者他這幾部都是畫得漂亮的 但是比起這些 或者可能還想分享有關於逆位的東西 但是比起這些東西之前 我想分享一個 我覺得 我看了這麼多漫畫裡面 一個很少很少很少 看到的一個場面 就是他在後面 很多時候有些後記專欄 足球風是出現了一個後記專欄 是橫垮了兩集 還有好像是四期書 就是說他們是吃法國大餐 對 第二部他們寫一個肉字 對 顏頭寫一個肉字 特意很操控的吃法國大餐 破壞氣氛 好像寫了四期書 橫垮了兩集 所以這個後記也是很好看的 第二和第三集的後記 中間的追劃性真的是大到 還有我覺得他的座里地藏小姐 對 也有地藏小姐在那裡 就是他是一個專門用來 那些叫什麼 他又不是吐草 他只是冷靜 他哭哭到爆 你害怕他就不能理你 所以他們的玩法就是 怎樣可以令到 迪壯小姐都可以 給予反應 對 消遣劇場 好看 我想分享一點點 兩件事 第一就是關於掛穿 已經在九寶離開之後的掛穿 他那個踢法 完全是今屆巴西隊的踢法 一樣是433 兩個中堅 兩個翼衛 但右邊的翼衛 大家可能已經忘記了 今屆是誰 但誰是尼瑪呢 如果看位置的話 就是另外你忘記的名字 那個就是左前鋒 座座木 座座木 座座木也是太大 對 座座木 對 那馬西路就是新田 是 那 神谷 suppose 就像古天爐的角色 是 巴西隊就防守性一點 所以就是 寶蓮奴加 這個 卡斯美奴 但是 他的卡斯美奴 就沒有了 你也可以當是馬掘的 他也可以控制節奏 馬掘就控制節奏多一點 寶蓮奴大重 就破壞性強一點 但是 他就單邊的 因為他的法格奴 你忘記了掛穿的右閘位 是誰 右翼衛是誰 是 那法格奴就沒有那麼想的 就是沒有馬西路那麼想的 那另外那邊的 不是奧斯卡丟 威利安或者是這個 多加斯哥斯達就是平重 打得好的時候就像 那前鋒就是入不了球的田仲俊演 現在 就是大約像是這樣 大約像是 大約像是 先知 先知 不應該是泰迪參考了 掛穿 掛穿 因為他找不到九寶 每個足球員都說 從小到小看足球小章 我就拿足球風雲對付你們 混蛋 輸了 輸了給你 但是 我喜歡足球風雲另外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他們真的很團體 對主角隊很團體 我想你應該沒有找到另外一本足球漫畫交球的字 就是這麼多 是經常都交球的 不斷地交 不斷地交 小的角色 你知道足球漫畫 其實我們都是看幾個 但是 他可以比較多的人都有的 有些故事給他們 我認同 因為就算他沒有其他一個 對球都還能夠踢到 但例如 我想最接近的 可能已經是我看過的 我滿意足球場 你一旦沒有高插幕 對日本都好像不懂得踢球 或者沒有了衣舞 因為他們發動攻勢 其實只有兩三個人 就是他們的組織是很簡單 應該說他們甚至乎 雖然有那個陣型 但是他們沒有特別說 用這個陣型去踢一種什麼的球 譬如我們說回落水狗 落水狗是沒有告訴你 基野拓郎其實也是翼衛 他很明顯是翼衛 右翼衛 左 但是他沒有很多 說他參與在攻勢裡面 托馬其實有點像神谷 他是穿著全球的人 但是沒有那麼明顯 他擺出來的那些傳法 譬如你看到 掛穿的模式是很豐富的 大部分都是平寵在右邊進攻 左翼就用 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可以 他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做作目是不夠平寵快的 平寵是無敵的 如果單體技術來說 幾乎是整個高中界裡面最強的大二人 大二人追到他的速度 對 但是他就說加上新田就等於平寵 你不是這樣 你的速度加不到 兩個人 總之就會令到他們兩翼都很豐富 然後再加上中間有神谷的穿著全球 我的理解不是說等於 而是因為右邊的平寵 他能夠單體突破 而左邊就是新田和作作目的背後 就是兩邊 有時是新田跑上來 給作作目overlap 有時就是反轉 有一段我記得 新田在後面很灰的時候 沒有什麼出場機會 是他不知怎樣練了一些招式出來 就是等他也有些故事 還有他也是關宣隊唯一的 用越衛陷阱 應該這樣說 個個都懂得用越衛陷阱 怎樣指揮越衛陷阱 是重點 所以我很喜歡他們的團隊 你會見到的就是 這班人是真的一隊團隊 就是團體 而其他很多足球漫畫 你都感覺到 一個英雄褲包 即是被其他彈省 被Dancers圍著 例如上星期的紅白足球員 沒錯 你已經忘記了那些名字 忘記了你 另外一點就是 其實大導師畫的速度 是那些速度線 令到你很能夠體現到那種爆炸力 因為他畫的速度線 不只是向一個方向 不只是唇鋒位 而是你會覺得他有一種衝刺力和爆炸力 還有他那個來回的速度都很快 即是反攻 然後對方打回來 那種來回多很多 好在他畫得不花 雖然他有很多線位不實的形態 但你不會覺得很花 還有我非常喜歡 亦都很寫實的就是 你知道所有球員 何時跑得最快嗎 入球之後 是不是 永遠都是 明明踢到120分鐘已經累了 你全球球 明明都很狠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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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狠 如果大家印象沒有記錯 或者大家可能都有留意的就是 譬如用足球小象來比較 通常入球之後 大志偉可能就舉高手 一個跨業的人 撲過去抱著他 就不會入球完 那一刻他自己一個人衝向觀眾席 這個也是大老師應該看了很多不同的足球比賽或者節目 去看到回來的一些訊息 我覺得如果大家要看大老師說慶祝動作 我好深印象 是對那個慶祝動作很深印象 是第三輯對藤田東 用幽靈盤球 即是陳高祝斯的挑戰書 用幽靈盤球過散多的人 入球之後 他是單手指著天 跟著是橫跑回底線 跑去角球旗那個位 其實你在很多足球比賽都會看到這些場面 那個慶祝動作畫得很好 其實很仔細 但是剛才曼杰提過關於傳送的 他畫得多的 但我覺得他的空間有時候 偶爾都會有少許脫漏 就是他在邊線 說特意扭球做overlap那些 你會看著 其他人接球的時候 在邊線上 再扭球就出了界 會偶爾有這些位置 但是 不是很大問題 其實以個人來說 我們第一彈講這個 我們這足球場的時候 很多聽眾就說他們很喜歡我們這足球場 也是他們最喜歡的足球漫畫 沒有之一 我自己就少少獨特一點 我是足球風雲的 我覺得足球場也是一套極度出色的漫畫 但是我看足球風雲 我是有一種感動在裡面很大 不知為何 我想有一點不一樣的 就是足球場比我的感覺 是會比較下跌一點 即是他的氣氛是比較 灰一點 未必一定是灰 可能是blue一點 可能是blue一點 但是足球風雲是 是歡樂的 是歡樂的 因為誰都有說的 大老B 是不是狗 狗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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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衣武健庫 問高燦和也 你喜歡足球嗎 高燦和也 喜歡 喜歡沒有用的 認真點踢吧 要贏 就算斷腳你也一定要贏 即是那種差異情 然後高燦就是 知道了 只能夠這樣 但是足球風雲就是 你喜歡足球嗎 喜歡 可以一起開玩嗎 想不想踢 那輸了怎麼辦 不要緊 我們還有下年 那是 是我沒有下年 即是這樣 九福 你不要說 要踢得完今年 即是會是這樣 那種分野就是這樣 這樣 我覺得其實足球風雲 如果要講 還有很多位置可以討論 這些可能留在 我們YouTube的留言 或者我們Facebook群組 繼續下去 今個禮拜的節目時間 到這裡 下個禮拜還有大家見面 下個星期 我們講一套經典漫畫 經典 好經典 好經典 經典 什麼來的 Game King of the Game 是嗎 好 好 遊戲王 如果喜歡玩 第一輯 我們只是說第一輯 如果喜歡玩遊戲的你 例如跟陽光玩遊戲 跟女兒玩遊戲 蠟燭皮鞭 聰明 聰明 過耳呼球 哇 等等這些遊戲王 你也是的 千萬不要錯過了 那我們再在這裡提一提 有兩件事提一提 第一就是 明晚的七點半 在這個Art Center 麥高里小劇場 就有一個 我門市好色 漫畫家的一個講座 就請到 麥仁傑和祥坤 就在剛才說的場地 就做一個講座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千萬不要錯過了 第二件事就是 如果你錢多的 就記得要施捨一下我們 都是那句 林鄭施捨給黑衣都不夠水 我們現在 我知道大家 我見最近有部份的聽眾 施捨錢給我們的時候 最後要下一元 我們現在改我們的節目名 聲之白金 Zozo 聲之白金行刻計劃 如果你們想做白金 不妨 501也可以 101也可以 301也可以 尾數呢 單純雙數沒有所謂 中間的零可以多加一些 即是 噢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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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直喊 補零 補一些零 即是 五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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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一 大膽 大膽 吃草我也是在外國做的 對 你是對的 吃草不說的 別人提早說的 像昂咎一樣被人拘捕 OK 直到這裡就這樣 拜拜